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这个单元所要介绍的是 管理数学中 微分部分的 极大极小的内容 首先我介绍教学的目标 在于极大极小的话呢 跟微分有关的要注意的是 这个极值的话呢 都是在图形切线斜律 或者是在不可为分的位置出现的 那各位同学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是在切线斜律为0 跟不可为分的位置会出现高点或低点呢 那同学可以画图来了解 在技能的部分 我们建议同学的话呢 会使用一阶的导数 去先找极值 极值发生的位置 就所谓的临界值 那么我们也懂得去利用二级的导数 就是凹性的一些技巧 来判断 到底这个极值是高点还是低点 那么在态度的部分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依据的逻辑的推演 有严谨的态度 有耐心 细心的计算 我们的教学大纲的部分 我们有主要的一些要需要让同学了解的 在极其大极小的部分 首先 我一定要介绍的是什么叫做单调函数 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叫做严格递增 什么叫做严格递减 第二个 我要教各位同学怎么样去寻找临界值 为什么找临界值 因为临界值就是出现高点或者是低点的位置 那么 等到我们找到了临界值之后 它可能是高点 要不就是低点 可是到底是高点还是低点呢 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判断 第一个方法叫做一阶导数判别法 那么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叫做二阶导数判别法 那个技巧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都会介绍给各位同学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极小值 极大值 都要用图形来操作 那么 我们就往我们的内容来介绍 什么叫单调函数 首先我们要了解单调函数的意思 就是说 一个图形的话 它一直在往上升 或者是一直往下降 这就是所谓的单调 它没有变化 什么叫做非单调呢 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一个函数是有上有下 那么各位同学 你想想看 所有的函数是不是都是 依据我们把它切断 这几个切断来看 这个是升 这是降 这是升 这是降 它也是很多单调函数的组合在一起 那么我们 这下一部分 我们来介绍的是 单调的函数的介绍 定义跟内容 现在来介绍的是 单调函数 我们一般的函数的图形的话呢 都是单调函数的一些组合 所谓单调函数是增或者是减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呢 我们介绍的是 严格递增函数是什么意思 所谓严格递增函数的是 这里的话呢 如果说我的坐标是在这里 然后的话呢 前面的点叫做x1 这叫做x2 那么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什么叫做严格递增函数呢 严格递增函数就是 它越靠右边 随着x越右边 它的话呢 点会越高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它所对应的高度就越来越高 这就是所谓的严格递增函数 那么更重要的一件事是 它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它的性质是这样的 我们来想想看啊 这个的话呢 它的话呢 每一点的话呢 它的切线 它每一点的切线 它的斜率通通都是正的 于是我们就这么说了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如果y等于f of x 这个函数的话呢 它是一个严格递增函数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f prime的x 就是所谓的 它的导函数 它的话呢 通通都是正的 这是我们所谓的 切线斜率为正 那么我们的话呢 还是一样 我们的话呢 另外一种情况 是刚好跟它颠倒的 我们再说一次 所谓的严格递减函数 来我们看看图 严格递减函数 情况的话呢 刚好跟它颠倒 它的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 随着x的话呢 越来越大 它的话呢 反而它的高度会越来越矮 这是所谓的严格递减函数 那么它的话呢 有什么样的性质 是一样的 它的话呢 每一点 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看 它每一点的切线斜率 它都是负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另外一个结论 只要是严格递减减数 它的导减数 都是小于0 也就是切线斜率 是小于0 因为一般的减数 我们都是由这两个部分 把它组合起来的 以后我们要 对于函数的一些解析 或微分的话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一个基本的观念 我们这个部分是来介绍 临界点 critical points 它的观念 那么我们先定义 什么叫做临界点呢 那么假设的话呢 f的话呢 在ab上面是一个 可微分的函数 可微分 我们就是说 第一个 它基本上 它要连续 而且它的话呢 它是平滑的 然后的话呢 c是在ab open interval中间 假设 能够符合下面的条件的 我们就称为 c的那点 叫做临界点 或者是临界值 那什么条件呢 第一个 微分等于0 第二个 微分没有定义 这种 这两种情况 我们都统称 c那一点 叫做临界点 critical points 那么 要让各位同学了解 那我们就来 画个图 让同学了解 比较容易 来 我们把图 亮出来看 这是一个坐标轴 来 我们把它的 f的图形 亮出来看一下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以这个图形而言的话呢 我们有几个临界点呢 所谓临界值呢 那各位同学 可以从这边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 微分 等于0的 又有水平切线的 这个点 c1 这个点 我可以肯定说 它微分等于0 那么 这是其中一个 再过来呢 这个 它也有水平切线 那么 这一个点 就是所谓的 c2 这个点的话呢 也是我们的 临界点 这里的话呢 是一个尖点 各位同学 你要知道 尖点是什么意思呢 尖点的话呢 就是不可以微分的 微分没有意义的 这边不能微分 那么 这个点 我们对上去 这是c 3 我们从这个图上面 来看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有三个 临界点 也就是所谓的 三个 这个值的话呢 我们称为临界值 我们这个图的话呢 就能够来解释 临界点 发生的状况了 我们在这里的话呢 举一个例题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什么是临界点 那怎么算 那么 现在有一个函数的话呢 f of x的话呢 它是一个分式的函数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找 临界点呢 那我们的话呢 第一步就是说 它因为临界点是跟 微分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来 微分 来我们来看一下 微分怎么微呢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对它微分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们要复习一下 微分的话呢 如果说是分式 是怎么微分呢 是底下先平方 然后的话呢 我们是轮流微分 上面微分 下面造超 上面微分是 是2x 然后底下造超的是 x减1 中间是一个减号 然后的话呢 上面的话呢 就造超了 轮到上面造超 底下微分 底下微分 x减1的微分是1 我们这边的话呢 是乘上1 我们就不要写好了 我们继续计算下去 好 我们看看下面 这边是x减1的平方 仍然是保持着 这边是2x的二次方 这个微分是乘开来 减掉2x 再减掉后面的x的二次方 好 我们现在看 x二次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对销了 这边没有 这边就少了一个2 于是我们这边的话呢 经过整理一下 我们的话呢 可以变什么呢 下面是x减1的二次方 这边是x平方 减掉2x 再过来的话呢 我们上面可以 将x的话呢 提到前面去 x提出来 x减2 底下是x减1的二次方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看这个算式了 这个算式 这是我们的话的导函数 也就是所谓的f'x 会让它变0的数字是多少呢 x等于0 其中一个会让它变0的 还有一个呢 x减2 等于0 那就是x等于2 还有没有呢 还有 分母为0的话呢 代表的是 为分是没有意义 没有定义的 它会让它变成 无限大 或者是 我们所谓的 它是无意义的 所以第三个我们也要纳进去 于是我们找了三个值 这三个值的话呢 就是发生临界点的值 光是这样计算 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能不容易了解 我们就把这个函数的图形 来我们画给各位同学看 来我们把图形画出来 这是一个两片 两片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把它的那个相对的点 把它标出来 中间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一个牵直的渐进线 牵直渐进线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点 这边是x坐标 那么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这个坐标的话呢 这边是x等于1 在1的时候 会发生的是什么呢 它的话呢 是无意义的 就是所谓的 会让它分母为0 再过来的话呢 还有一个 是这里 这个点的话呢 是有水平切线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x等于0 还有一个在这边 这边也有水平切线 各位同学的话呢 看到这边 这边的话呢 是x等于2 那我们注意到了什么呢 这个地方啊 这是临界直啊 它们的话呢 会造成的是什么状况呢 它是我们可能发生 相对极大 或相对极小的 可疑的发生的位置 那么对于我们的 极大跟极小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找0界点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 找0界点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例子 我现在来介绍的是 一阶导数判别法 什么是一阶导数判别法呢 我们来寻找的话呢 高点低点相对极大 相对极小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话呢 这个图 假设一个函数的图形的话呢 是像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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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是拥有水平切线的 水平切线的话呢 也就是所谓的 它的导数 微分会等于0 那这样子 这种情况呢 它也是我们所谓的 临界值 那临界值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是微分 不存在的位置 都是 那它也可能是一个 相对的低点或高点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做法的话呢 我先把它的做法写列出来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找出 所有的临界值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要做一个 一顺序来做一个表 我们把它的表列出来之后 依照顺序 它的大小 然后我们做第三步 这就是我们的 最重要的一步 叫做判断 我们的正负 正负 为何如此呢 因为正的 微分为正 它的 它就是一个增函数 微分为负 它就是个减函数 先上再下 代表是一个高点 我们的话呢 要了解它 就必须要去做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的话呢 比较容易认识 来我们看看例子 例子是这样子的 题目的话呢 是说 这个函数 在哪里递增 哪里递减呢 在哪里会出现高点 在哪里会出现低点呢 那我们的话呢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找出所有的连接值 那当然就是直接 微分 求它的导函数 那各位同学看 微分的话呢 x三次方的微分是 3x的二次方 减掉6x 再来呢 减9 这就是所谓的斜率 那我们的话呢 继续算下去 这都是3的倍数 我们把3提到前面去 我们可以采用的是 这个地方是可以分解的 我们可以用十字交乘 十字交乘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拆开来之后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顺便的话呢 练习一下十字交乘 这边的话呢 要一个-3 一个正1 这样子相乘是-3 相加是-2 没错了-3 正1 所以的话呢 各位同学知道 我们的临界值 临界值的话呢 是多少呢 x等于 会让 这个微分 会等于0的数字 就是3 还有呢 -1 我们算出了临界值之后 我们的话呢 第二步 我们要把这个临界值的部分 要写在这个表上面 我们的话呢 看看这个表 这个表的话呢 一共有三层 我们的话呢 这边是x 这边是微分 这边是f的本身的状况 来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的话呢 是两个 两个临界值 一个叫做3 一个叫做-1 那么同学一定要 非常的小心的部分 就是说小的一定要写在左边 大的要写在右边 那我们这边的话 -1 是小的 3 是比较大 我们的话呢 写下去之后 好 我们现在看看 这两个数字 两个临界值 将所有的数字 切成了3块 那么我们从最简单的 这个区块这边来判断好了 当x比3还大的时候 请问它的微分 我们要看哪一个算式呢 我们要看这个算式 这样就可以很简单了 我们来看 微分用这个看法 就会比较容易 就是说 当x是3以上的话呢 比3还大 我们可以教各位同学 你比如说你带个4进去 你发现4减3 4加1 两个都是正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是正 无论怎么说 它都是正的 那么负1到3之间 我们的话呢 如果你们不会判断 我们就随便带一个 负1到3之间的数字 比如说0 0带进去 这是负的 这个0带进去 是正的 一负一正 那就是负 正负得负 负1以下 我们可以带负1负2 我们带个负3好了 负3减3 它还是负6 负3加1 它也是负的 负负得正 好 现在的话呢 为分为正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在前面所介绍的 为分为正的话 是趋势向上 它是一个增函数 我们这边就可以把它 很明显地告诉各位同学 它是一个增的 这是负的 那就是一个减函数 3以上 它是一个增函数 它的趋势是增减增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怎么解题 他问在哪里地增 那我们的写法 我们就告诉各位同学 写法很容易了 非常的一目了然 我们的话呢 增的部分有两个区块 那两个区块的话 我们答案要怎么写呢 负1以下 我们偷偷要 所以我们写的时候是 负无限大 到哪里 到负1 还有一块哦 还有一块是3 3以上 那我们的话呢 写法的话呢 就用一个符号叫做 连击 叫做Union U 一个U的代表 那这边的话呢 写的是3到无限大 这个地方是增的部分 那减的部分呢 减函数的部分的话呢 在这边递减是在哪里递减 只有在这一段递减 我们就写 负1到3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克服了第一个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 那就更简单了 在哪里出现极大值呢 出现极大值 各位同学看一下 我们来用趋势的判断 这个相当于是爬山 上山又下山 这个点当然是一个高点 相对高点在负1 先下再上 那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极小值 所谓的相对的低点 出现的位置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所谓的一阶导数判别法 我们现在来介绍二阶导数判别法 二阶导数一样可以帮我们来判别 一个临界值到底是高点还是低点 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图形 以这个图形而言的话 在这个点 这个x0 那么各位同学发现 在这个函数 y等于f of x的话来说 在x0这一点 会出现了一个水平的切线 或者是我们说的就是临界点 那么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呢 它的微分会等于0 这是一个可为分的状况 万一是不可为分的话 它也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形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相对的高点 各位同学你们要知道 只要是相对的高点 是不是它一定是属于一个下凹的状况 以凹性而言 各位同学看一下 它的二阶导数 看二阶导数而言 二阶导数 这是一个下凹的 所以二阶导数一定是小于0 当然在这个点上 当然是小于0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它的一阶导数是0 我们的话呢 初步判断它是个临界值 但是它高点低点 或者是反趋点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在二阶导数 它是小于0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肯定说 它是一个下凹的状况 也就是它是一个高点 那么以这种情况的话呢 刚好是相反的 这个点 那么 G'是0 它是等于0 它是有水平的切线 它是一个上凹的状况 以凹性而言 上凹 它的两阶的微分 它是大于0的 于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在这一点 它的两阶的导数是大于0 大于0 我们出现了一个相对的低点 好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结论 如果能够符合了这两个条件 那么我们就说 它是一个相对的极大 如果符合了这两个条件 我们就称为相对的极小 那么各位同学说 如果说它等于0怎么办 等于0 那么我们这个测验就失败 我们最好就要回到 一阶导数判别法来做 我们知道了 二阶导数判别法的内容之后 我们来一个例题 让各位同学练习看看 看看能不能够判断 现在这个题目是说 在X是多少的时候 会出现相对极大 在多少的时候会出现相对极小 那么第一件事就是先微分 导函数算出来 微分是多少呢 3X平方减掉6X 这个很容易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分解音式 3X提出来 这边就是X减2 我们让它变0的话 0介值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 0介值是多少 就是所谓的Critical Point Critical Point 是多少呢 0还有一个2 就是这两个到底谁是相对极大 谁是相对极小呢 如果我们把它画出来做表 就是一阶导数判别法 利用的是函数的增减的方式去看 那么第二个选择就是二阶导数判别法 来 我们继续算下去 我们从这个式子来算 来 我们再继续算下去 两次微分是多少 两次的微分的话就是6X减6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算式 第一个 X等于0 来 我们看是什么状况呢 X等于0带到两次微分 它是负6 负6就是小于0 小于0的话呢 就是下凹 下凹当然出现的是一个高点 第二 X等于2它是怎样 X等于2两次微分 我们来看一下 两次微分 2612 12-6是正6 它是正的 两次微分为正 它是上凹 上凹当然就出现的是一个相对的低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答案写下去了 出现相对极大值的时候是几呢 是0的时候 相对洗脚的时候是多少 2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二阶导数判别法的一个技巧 那么各位同学也可以把这个题目用一阶导数判别法来判断一下 看看答案是不是一样 现在我来介绍的是凹性 我们为什么要介绍凹性呢 是因为假设一个增函数或者是减函数 增函数其实它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增长的比较快的 另外一种是增长的比较慢的 像这种两种的话呢 都是增函数 可是形状却完全不一样 那么我们来介绍凹性的话呢 这个这部分的地方的话呢 它的理论的部分 可以协助我们去寻找相对极大 相对极小的一些判断 那么我们来介绍上凹 所谓上凹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话呢 是一个开口向上 就像一个碗一样的 那么它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呢 上凹的情况的话呢 这个图形的话呢 这边切线是负的 切线斜率是负的 它没有那么负了 再过来的话呢 它切线斜率接近平的 它们的话呢 到这边呢 切线斜率水平线 它的切线斜率变正的 越来越正越大了 所以这样子的上凹的状况 我们的切线斜率是什么状况呢 原来是负的 原来是负的 现在就变成正的 由负转正 由负 然后转到哪里呢 转到正 所以的话呢 它由负转到正 那么切线斜率 各位同学 来我们来判断一下 它的切线斜率 由负转正 由 由亏转到淫 那么我们的话呢 就知道它是一个增函数 还是减函数 它是一个增函数 它是一个增函数 那么各位同学 你们知道了 如果说 f'x就是切线斜率 它是增函数 那么它的微分 切线斜率 它是增函数 那它的微分就是 double prime 那么会怎么样呢 它是大于零的 也就是说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种上凹的情况 两次为分为正 叫做上凹 如果各位同学听不太懂的话呢 我们再介绍一遍 我们介绍下凹 来我们看看下凹 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它们的话呢 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这么做看了啊 这边切线斜率正 没有正那么多 水平线 负 负的更大 由正 到零 到负 它是由正 转到负 那么各位同学 你们应该知道 由正转负 原来有的变成没有的 那么它是一个减函数 它是一个减函数 好减函数 切线斜率是减函数 切线斜率是 f'x 它是减函数 那它的微分 当然是 f'x是 它指的是它的斜率 它是减函数 它的导函数 如何呢 减函数是 微分 小于0 那各位同学就知道了 现在的话呢 我们做一个结论 上凹跟下凹 只要是上凹的话呢 怎么样 两次为分 为正 就对了 两次为分为正 代表的是上凹 下凹的话呢 是 开口向下的 两次为分 为负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记下来的部分 上凹 两次为分为正 下凹 两次为分 为负 我现在来介绍一个凹性的例题 这个题目 f of x的话呢 等于x的三次方 减掉 3x的二次方 它问 在哪里上凹 哪里下凹 那么我们要知道 如果同学的话呢 想要知道 在哪里上凹 在哪里下凹的 做法的话呢 要看的是 二次的为分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直接先为分 来 为分 为分的话呢 3x的 二次方 减掉 6x 这是一阶导数 也就是一次为分 那么我们要看凹性的话呢 要看的是两次 我们发现的话呢 为分 再为分一次 会变成了 6x 减6 我们6提出来 各位同学看 这边是减1 好 现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x等于1 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们特别要记得 x等于1 我们有一个专用的名词 叫做 让为分变零的 我们称为零界值 让为分两次 会变零的 我们称为 二阶零界值 这是二阶零界值 那么二阶零界值 是可能会发生 反曲点的位置 那么我们的话呢 后面再说 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看看上凹 还下凹 那我们就要开始 要做表 来我们看看表 这个表的话呢 我们格子一画出来以后 我们后面就简单了 这个地方是写x 因为我们看的是 上凹跟下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看的是 二阶的导数 这个的地方是状况 我们的话呢 写f of x就可以了 好 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 会让它变零的数字 唯一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 二阶零界值是多少呢 是1 1 好 我们现在来看 1的上面 也就是比1还大 二四维分会怎么样呢 如果x比1还大 那当然就会变成正的 这边是写正 如果比1还小呢 不够简 那就是负的 这个地方 跟我们的一阶导数判别法 不一样了 这边不是增减 这边是所谓的上凹跟下凹 这个两次为分为正 上凹 两次为分为负 下凹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就记得了 负 这个下凹 这个正是上凹 好 那我们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要知道这一部分的话呢 要怎么样的图形的看法 我们把图形 来我们来看看图形 画出来给同学看 当x等于1的时候 这个点 它不是高点 也不是低点 它的话呢 是一个凹性的一个转折点 它的左边是一个下凹的状况 它的右边是一个上凹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话要写答案怎么写呢 我们写在哪里上凹呢 我们一样用区间的方式来写法 上凹的部分是在1以上 所以我们这边写的是 1到无限大 下凹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答案怎么写呢 下凹 我们的部分的话呢 是在左边 所以的话呢 是由负无限大到1 那么我们的话呢 就介绍了一个凹性的 一个简单立体 现在我们来讨论 绝对极值的问题 首先我们假设 这个函数是 在B区间 是可以为分 是连续的 那么我们要寻求的是 最大值 与最小值 同学要知道 最大值的意思就是 绝对极大 最小值是绝对极小 如果说它是在限制 在范围之内的话呢 我们绝对会有一个最大值 一个最小值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几个状况 在B区间的情况之下 F是一个连续函数的话呢 这个叫做closed and bounded 那它的值域一定也是 closed and bounded 我们确定的话呢 这样子的结果的话呢 是最大值最小值 都会发生在某一个点 来我们看看这个情况 假设我们设定的AB 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最大值是不是在这里 最小值是在哪里呢 也在这里 在这边 那么说明了什么呢 最大值 我们假设用 最大值是用 Maxima来表示 它是出现在什么地方 它是出现在边界点 我们说它是端点好了 那么最小值呢 我们也是出现在端点上 好 假设我们这个区域的话呢 把它缩小一点 那么我们的最大值在哪里 最高点是在这边 最低点呢 在这边 我们设定在这边了以后 那么这个最大值是 我们是出现在 临界值的地方 就是在切线斜率 等于0的那个地方 最小值呢 也是出现在 临界值发生的位置 再来看下面的状况 这个情况是 最大值出现在这里 最小值呢 出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话呢 点出来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确认的是 最大值是出现在 端点上 最小值 是在 临界 临界值的地方 好 再来看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是 最大值 最大值是在这里 最小值是在 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了 最大值 是出现在 它的临界值的上面 最小值是出现在 最小值是出现在 多安点上面 那么我举了这四个例子的说明 在说明什么呢 我们只要知道 要求最大值跟最小值 它的解答 最大值跟最小值 无论如何 不是在端点 就是在 发生在临界值的地方 那么对于我们解题目 就会很有帮助 根据刚才的观念 我们要求最大值跟最小值 我们在教各位同学的话呢 一个四个步骤的方式 解题就绝对没有问题 来我们看看步骤一 因为最大值跟最小值 不是在A点发生 就是在B点发生 要不就是临界值 所以我们先第一步 先找出所有的临界值 把所有找出来以后 做什么呢 这些临界值跟这两个端点 就是我们可能发生的 最大值跟最小值的 发生的位置 绝对不会有其他的答案了 就是他们跟这两个 那第二步 各位同学知道 我们设定在AB之间 那临界值 万一它越界了呢 越界的话我们就不能用 因为它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 我们的话呢 就不能够考虑它 所以的话呢 我们要做第二步 过滤 就是删除 不在范围的 临界值的话呢 如果是不在范围的话 我们当然不能要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删除的动作 再过来 我们的话呢 再来看的是第三步 就是 把这个 范围内的临界值 跟两个端点做来做比大小 将端点 两个端点 还有范围内的 这些的话呢 都是很可疑 会让我们出现最大值 最小值 的位置 两个端点 其范围内的临界值的话呢 我们把它带入 原来的F 做什么呢 比大小 最大就是最大 最小就是最小 我们依据这样的 做法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非常的稳定的 去解出了 这样的题目 现在我来实际操作 一个例题 那么我们回忆一下 这个是最大值 跟最小值 在这一个 B区间的之内 1到3之间 那么第一步 我们要先找出临界值 临界值 第一步 我们先微分 微分了以后 变成3x的2次方 减掉6x 加1 没有了 现在的话呢 找出临界值 我们用分解音式 这个很简单 这个分解音式的话 提出3x 还有 这边是变成了x-2 所以我们的临界值 可以知道了 是什么呢 临界值是多少 Critical point 是x等于0 还有一个 x等于2 好 现在的话呢 临界值的话呢 我们现在有几个可疑的呢 就这种题目 就相当于是在做一些办案一样 我们要找出可疑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就是唯一的嫌疑是在哪几个 0 2 1 3 现在我们把一些不在场的全部都拿掉 0跟2呢 0有没有在1 3之内呢 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能考虑 我们要把x等于0拿掉 这是第二步 2是不是 是 它的话呢 有可疑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那么第三步 我们要把它的数字一个一个去比 来比对一下 现在1 2 3 我们现在来算一下 1是多少 2是多少 还有3 我们也要考虑 因为我们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不是在临界值上 就是在端点上 现在把1带进去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有一个地方要很注意的是 带进去不要带这个 不要带f' 要带什么呢 要带原始的啊 那带进去 如果同学带这边 就当然就带错了 这边是1减掉3加1 所以是负1 2带进去 8减掉12加1 这边是负3 这边是负3 3带进去 27减掉27加1 所以等于1 现在他要问的是最大值 最小值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最大值跟最小值 就一定在这个里面 那么最大值在哪里 这里最大 1就是最大值 最小值在哪里呢 在这边 那么我们依据刚才的那个方法跟观念 我们就可以算出最大值跟最小值 1阶导函数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切线斜率 我们学会这个1阶导函数的话呢 是可以协助我们判断函数 是不是增 还是不是减 那么 如果说是增函数 那1阶导数就是0 就是正的 如果是减函数 1阶导数 为分就是负的 那0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出现的是在 极值的位置 就是增跟减的一个交叉的位置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介绍同学的话呢 采用2阶的导函数 来判断 怎么判断呢 上凹 下凹 如果说是上凹 那么各位同学 这边是上凹 这边的话一定相对来说 是一个低点发生的位置 如果是下凹呢 那么应该是高点的位置 这个可以来帮我们判断 相对极大 还是相对极小 那么我们学习这个地方的目的 是最主要的 就是为我们的未来 要做一个最佳化 做准备 我们学习最佳化的目的 就是在寻找 最好的策略 就是最高的利润 或者是最低的成本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这边是最佳化的目标 感谢观看